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张彻 到李汉祥和楚源 再到陈刚 罗维 报学李 桂枝红等 邵氏的导演基本上都合作了个遍 武侠片 文艺片 恐怖片 没有他不能演的 90年代末期曾一度吸引 但架不住身上的演戏精英活跃 与2007年加盟TVB再次回来拍戏 月华在那个年代很招女孩子喜欢 和郑佩佩有过感情纠葛 被作家艺术倒追过 但他最后选择了田妮 两人携手走过几十年 只可惜月华先走一步 于2018年去世 2.陈红烈 陈红烈起点比较高 第一部戏就参演了胡金泉的大罪侠 并凭借玉面虎这个反派角色走红 戏外他和月华郑佩佩之间的三角恋情 以他的胜利而告终 爱情来得快但消失得也快 陈红烈虽然英俊但也比较风流 之后就被郑佩佩甩了 令人遗憾的是 2009年11月24日 在拍摄电视剧《必打自己人》的过程中 陈红烈心脏病突发 抢救无效去世 享年66岁 3.罗列 60年代多出现在张彻的电影中 邵氏落寞之后 能打能演的罗列 在台湾地区依然混得逢生水起 80年代后期 他加盟亚二世 继续在电视剧领域施承 并对何家进 尹天赵等人有提携之恩 罗列的演艺生涯极其出彩 但戏外的人生多被人诟病 他一共有过四段婚姻 而且还因为一个女人 背上渣男的称号 一度伴随他的去世 4.复生 在《邵氏一众影星》中 最令人惋惜的无疑就是复生了 曾经被誉为李小龙接班人 复生外形英俊 伸手矫健 1974年便出演了 《红西关与方世玉》 《红泉与永春》等六部电影 灵活的身手迅速赢得了观众喜爱 除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复生还和当时的巨废歌后 珍妮一见钟情 上演了才子佳人的美好桥段 只可惜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悲伤的结局 1983年7月6日 复生去清水湾片场途中遭遇车祸 一代功夫巨星从此陨落 5.汪宇 当年邵氏看汪宇和汪宇有些像 想让他重现当年汪宇的辉煌 于是给他改了汪宇这个艺名 而汪宇也没有让邵氏失望 1973年 他凭借北地胭脂 迅速打出知名度 还成为了邵氏四大导演之一的李翰祥的干儿子 1983年7月6日 汪宇驾车筒复生前往清水湾片场时发生车祸 此时之后 汪宇的事业一落千丈 甚至染上了不良嗜好 不仅欠下了巨额外债 精神状态也是每况愈下 还多次因为不理智行为被捕入狱 2008年5月15日 汪宇带着对好友的愧疚不幸离世 享年53岁 6.林黛 1957年 林黛凭借电影金莲花 斩获第四届亚洲最佳女主角 随后被邵氏挖角 在邵氏 她又凭借貂蝉江山美人 千脚百妹 不了情等经典影片 拿了多个影后奖杯 迄今为止 她也是唯一一位四届亚洲影后 1957年 林黛选择去俄伦比亚大学进修 并在那里结识了自己的丈夫 云南王龙云的儿子龙神勋 并迅速结婚 只可惜龙神勋是个花花公子 婚姻的不幸福 让林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加之 林波等候起之秀的压力 骄傲而又敏感的林黛 竟然直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30岁的年纪便离开了人世 7. 乐蒂 红颜薄命的邵氏女星不仅有林黛 还有乐蒂 乐蒂一开始并不在邵氏 而是在长城影业 不过在长城没有走红 直接转投了邵氏才迎来了转机 转投邵氏之后 乐蒂获得了四大导演之一的李翰祥赏识 成了她的御用女主角 之后乐蒂开始转战商场 与各个联手创办了精英影业 只可惜情场不顺 商场也不顺 乐蒂赔了个底调 1968年就在乐蒂准备就绪 打算卷土重来之际 却因药物过敏意外去世 8.李京 李京进入邵氏 很快便得到了大老板邵逸夫青睐 出演了电影《美人鱼》 并凭借此剧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还获得娃娃影后的称号 此外 据说她还曾被大老板邵逸夫看上 经常出入少宅 当时的李京 在香港影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不过李京和邵逸夫也就是传传绯闻 并没有什么实质消息 之后李京和香港巨富雷家的公子雷绝华走到了一起 还赤字买下了豪宅作为自己的婚房 而就在李京和雷绝华打算结婚时 雷绝华突然心脏病去世 李京备受打击 作品开始逐渐减少 他还没从男朋友的去世中缓过来的时候 35岁那年 母亲突然离世 这让李京彻底沉沦 开始沉迷不良嗜好 最终输得倾家荡产 死在出租屋 9.景丽 1968年 景丽凭借领先主演的云妮 成为圈内导演的宠儿 还拿了一个最有希望女演员特别奖 巨大的成功 让景丽决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主流电影类型发生了数次变化 从武侠到赌片再到喜剧 景丽都能驾轻就熟 堪称千灭女郎 娱乐圈的人永远摆脱不了感情话题 景丽也不例外 景丽曾经和多位导演传出过绯闻 但她从来不屑于回应 在这一众为情所困的邵氏女星中 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2017年12月9日 一代邵氏明星景丽离开人世 享年72岁 10.李丽华 李丽华被很多人誉为闪电明星 出演了《剃笑姻缘》 《千里送金娘》 《隐身女侠》等十几部影片 李丽华对香港电影的发展 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邵氏的四大导演之一的李翰祥 便是由她提携的 在邵氏期间 她主演的杨贵妃 武则天等影片备受欢迎 是个气场强大的女王 1978年 李丽华宣布西影 西影后心态非常好 懂得享受生活 因此寿命很长 2017年3月20日 一代巨星李丽华寿终正寝 享年93岁 11.方盈 本名倪方宁 香港电影女演员 贵州人 自幼宜居香港 1962年参加南国实验剧团 成为第二期学员 60年代邵氏电影当家花旦之一 1964年 帮迎获台湾征信新闻报 第一届中国十大影星选举第七名 1968年 与香港齐花饼家 邵东家 黄西祥结婚 于1978年离异 2010年1月13日 因癌症逝世 周年63岁 12.秦平 本名陈小平 1961年 1961年考入邵氏的南国实验剧团第一期培训班 毕业后被导师推荐往日本的东宝艺能学校 继续修读课程 1963年回港后加入邵氏公司 从而在14岁出道 同年在与李晶 林波合作的携手印中 展露头角 代表作有万花迎春 香江花月夜 爱情的代价等等 2017年 因病去世 蒋年68岁 12.杜娟 本名彭晓平 1942年11月12日 出生在苏州 同年在上海度过 1958年 才16岁的他 报考了香港国际电影贸业有限公司 参演电贸公司电影《青春儿女》 紧接着他被挖到邵氏 加入邵氏为基本演员 改一名为杜娟 以配角身份 演出《妙手回春》等片 1964年 杜娟嫁给九龙八市公司 邵东雷启成 婚后感情不合 很快协议分居 不久就正式离婚 1966年 付出为邵氏拍片 同时兼拍粤语片 1969年 因为事业不顺利 结束自己的生命 年仅27岁 留下了一个6岁的儿子 13.于倩 原名严芷林 生于北京 后去台湾 为南国实验团训练班 第一期学员 曾凭借电影《蓝与黑》 夺得第五届台湾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奖 二首部主演影片是 《心花躲躲开》 演出过的电影 有好几十部 并一度以性感女星的姿态演出 1969年 与新加坡歌星 秦淮结婚后 推出影坛 1975年 辅助拍片 1976年 双方协议离婚 并摆离婚宴 轰动一时 2000年4月10日 因癌症 事实于玛丽医院 14.江生 江生原名赵刚生 是张车导演的第四代弟子 代表作品有 《残缺》 《碧穴剑》 《金碧桐》 《飞燕惊龙》等 虽然于1981年 和郭追一起到 台湾组建电影公司 但之后的命运 还是多传 常常出演一些小配角 他更多的工作 还是武术指导 让人可惜的是 他在1991年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去世了 几天以后 他的遗体才被发现 15.赵雷 当年被誉为皇帝小生 还是金马影帝 在邵氏 除了经常演皇帝之外 他还算是第一代宁采臣 和乐帝搭档出演 李汉祥的《倩女幽魂》 比徐克版早了几十年 许多人应该没有看过 八十年代之后 赵雷很少参演电影 有时候偶尔客串一下 义胆群英中的曹公 由赵雷担任 月华在里面出演戏院老板 是他的朋友 皇帝小生赵雷 于1996年逝世 16.高飞 他是一名动作演员和导演 早期是空手道高手 六十年代后期加盟邵氏 从临时演员和替身做起 七十年代拍过不少电影 不过没有多少人认识 直到八十年代才慢慢被人记住 在《红金宝》《成龙》电影中 经常演反派打手 实力强劲 高飞在导演和动作设计上 颇有建树 而且还挖掘了 《大倒尤家丽》和《球云波》 两大打星 其中《大倒尤家丽》和他 还有一段短暂的婚姻 遗憾的是 2017年高飞永远离开了我们 刘德华和何嘉靖等好友 曾祝愿他一路走好 17.吴马 吴马演过上百部电影 最成功的一个角色 自然是《倩女幽魂》的艳赤霞了 在他眼中 鬼的世界更简单 其中他和九叔林郑英 也是多年好友 两人在《笑江湖》中那一段 已成绝唱 九叔林郑英去世的时候 吴马给他扶灵 到了吴马去世的时候 洪金宝、成龙等八位大佬 为他扶灵 18.田青 入行比较早 一开始是电貌旗下当家小生 年轻时期颜值也比较高 后来电貌高层遭遇空难 田青转头少世 由此开启配角生涯 在张彻、楚源等指导的电影中 经常可以看到他 进入八九十年代 他又和不少大牌合作过 比如奇迹、倒马蛋、穿倒房子等等 遗憾的是1993年就病逝了 邵氏电影王国已成立史 邵氏那些巨星也已离我们远去 看着如今的国产电影市场 不知道你对他们有没有一丝怀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